胸肌一直以来都是男性同胞们不懈追求的门面肌,这块肌肉练好了,不仅眉眼血状,还能给身材点亮一盏灯,格外耀眼,但不是所有的胸肌都受人喜欢。 最近有火鸡刘延称,自己虽然练出了大号胸肌,但是太云浪,看起来非常的不美观,自己很烦恼怎么办? 其实胸肌偏远是由线天性因素决定,但也不是不可更改,只要用对方法,你也能换成更加有形的方形胸肌。 方筷型的胸肌看上去更加威严,有轮廓感和线条感,其实最主要还是视觉上看起来圆形胸肌顺眼,因为圆形胸肌看上去虽然显得很厚重,但是不够宽阔,立体感不强,看起来十分的别扭,说不定还会有人投来不友善的目光。 很多人之所以练出了圆形胸肌,一方面因为先天性因素,另外一点子很关键,就是他们练胸肌的方式,总是一成不变的。 每次练胸肌时,只用同一个器械刺激固定的部位,如此以来想练出宽大的胸肌,简直是天房夜亮。 想要练出有形的方形胸肌,只靠单一的训练方式是远远不够的。 我们都知道胸肌氛围上,重、下、外侧、中缝等部位,因此必须要学会多角度的进行刺激,发展胸肌的宽度,而不仅仅是厚度。 而且练出圆形胸肌的人,也有的共性,是喜欢动杠链平板卧推。 其实这个动作对于发展厚度效果很好,但是对于发展宽度层面就属于弱项了。 因为杠链卧推的活动范围太小了,很难刺激到其他部位。 而雅链卧推相比杠链卧推而言,虽然更难掌控,但是对胸肌的刺激却是最好的。 它不设限的活动范围能够给胸肌更多的可能性。 接下来董叔就来分享四个帮你打造出方形胸肌的动作。 当然这里我们去掉了杠链卧推,这个动作可以继续做,但是不要太依赖。 雅链平板卧推,首先平躺在卧推道上,挺胸沉肩。 双手对握雅铃,成炮物显身内收,升举甲铃时双手内转,并在最高点转胜脚心相对。 不必让雅铃相撞,保持0.5到1秒,然后缓缓下落。 下落时则双手幻旋,到最低点时恢复起始位置。 恶点至手肘与地面平行或略地即可,全程小臂要和地面垂直。 上斜哑铃飞鸟,将身体仰卧再上斜角度的蹬上。 挺胸沉肩,双手持一定重量的哑铃,与胸大肌下部外侧。 保持肘关节微虚,使哑铃临头相平行,保持稳定,然后向双举起。 注意肘关节的这个过程中不发生变化。 整个动作的运动路线是虎形的,双胖必须伸。 这个动作既可以练胸,还可以发展三头肌。 练胸肌时,记得必须让身体向前倾斜,让胸腹能够朝向地面,并且在下降时努力下到最低点。 注意将手肘打开,尽可能地让胸肌得到最大限度的伸展。 时刻感受胸肌的发力,将身体推起来时,不要让手臂完全伸平。 以免让手关节承受太大的压力。 注意推到全程的四分之三高度即可。 建议大家采取快起慢落的模式进行,能让胸部肌肉受到充分刺激。 蝴蝶肌加胸,调整合适自己的坐姿高度,将手和肩膀聚在同一高度,选择适合自己能承受的重量。 背部贴近座椅,目视前方,挺胸收腹,双手握住把手,双臂时刻保持微弯解固定的角度。 胸部发力,向内加动,顶峰时收缩一秒,然后缓缓收回。 不只是胸肌,对待身体的其他肌肉群也一样。 不能使用单一的器械去训练,这样长期下去身体时必会出现短板。 而你不短板的唯一方法,就是采取多角度,不同器械的深度刺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贴近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